駁斗兩粒鐘,釣千磅藍瓊吞拿 魚竿都快斷了 相信這刻,連他都不知道自己在釣什麼 加拿大這位漁民都用了兩粒鐘 才是紳士科射省 釣到這條成千磅藍瓊吞拿魚 副客還以為自己釣到怪物 這麼說也不奇怪 因為這條藍瓊吞拿魚比正常重一倍 釣得都放不到上船 要用繩拖發上碼頭 漁民打算將它們運到日本 估計買到超過24萬港幣 這裏就成了二萬碟壽司 不過大家不要吃太多 因為南瓊吞拿魚是憑危動物